新书快报 日常生活工作总是有觉得很麻烦的时候 但如果这种嫌麻烦的感觉啊 让你不想出门上班上学 不想跟人说话 不想跟人谈恋爱 甚至不想起床的话呢 那问题可就大咯 为您介绍日本精神科医师所写的一本书 书名叫做活着觉得很麻烦的人 请到的是搜索人吕维正来为我们介绍 文正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的作者 它本身是一个精神科的名医 但是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曾经觉得上学考试很麻烦 所以他不断地逃避 一直到考前的最后一个小时 才开始一边后悔一边读讲义 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 常见的或罕见的觉得麻烦的场合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个呢 其实我想一般人最熟悉的一个情况 就是不想生小孩麻烦 而且可能自己都管不好了 怎么可能管小孩 另外我们常会听到最近几年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草十足的男性 这些男生也觉得说跟这个女孩子谈恋爱好麻烦 所以干脆就算了还是不要谈恋爱了 那作者还提到两种跟这个生理状况比较有关系 像我们这个青少年 其实身体长的这个速度是蛮快的 可是呢自律神经这部分 它的调节功能还没有办法马上跟上来 所以就会有一点身体到处不协调的感觉 不想动 那不过这个其实还算是还OK啦 另外有一种比较罕见的情况叫做起立性调节障碍 这个起立就是站起来的意思啊 那调节什么呢 它是调节血压 是说啊 因为我们一般坐着到站起来的时候啊 如果说它血压没有上升 那个脑部你可能会暂时缺氧 可能就会觉得有头晕啊 或者觉得累啊 或是反应迟钝等等状况 那所以如果说你站起来 可是血压却没有跟着调生的话 你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调节障碍 那有这种情况的孩子啊 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说 啊我还是坐着好了 因为这样的话 才不会觉得头晕跟累 原来觉得麻烦可能是因为生理 心理或者是社会情境的影响啊 这个作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他是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做回避型人格障碍啊 听起来就好学术名词啊 要知道你是不是这种回避型的人格呢 有测验题哦 其中有个题目是 如果你不确定你会受到欢迎的话 那就干脆不想跟人维持关系哦 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 这好像是你的情况呢 如果有也没有关系 因为要有四个项目都符合 才算是回避型人格障碍哦 那到底还有哪一些题目呢 那其实这方面他测验的指标 大概也分了几个 我们可以举其中三个来看 一个是说 一个人对自己的自尊心是比较高的 就比较容易说怕被其他人否定 那如果你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导致你不太想跟别人接触的话 这可能就是一个指标 另外一个情况是说 你会不会发现你自己不愿意敞开心胸 让别人知道你真正在想什么 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 当你在跟人的互动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说 有很多事情你不想讲出去 会觉得好像很害羞 甚至这个害羞已经好像有点羞耻 我觉得我的身材实在是不好看 所以我实在不太想去 跟大家一起去游泳 如果你对于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在意 那这种羞耻感也可以是一个判断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回避型人格障碍的一个指标 不想要听众朋友觉得 自己是不是这种回避型的人格障碍呢 在这本《活着觉得很麻烦的人》里头 我还看到有一些名人 其实都是这种回避型人格 例如说《哆啦哀梦》里面的大雄 还有很有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 他写的《挪威森林》里头的主角 很明显的就是那种回避型人格 那我想大雄这常见的就是他懦弱了 喜欢逃避写作业了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会逃避呢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影响他成为逃避型人格呢 回想自己以前看漫画的时候 我觉得跟大雄有关的议题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同侪的议题 另外一个是功课的议题 那同侪主要就是胖虎跟小夫两个人 对他的种种的霸凌的行为 然后让他产生这种回避型的一些社交的行为 那另外在功课这方面 因为一开始有点怕麻烦 然后旁边刚好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叫《哆啦哀梦》 去跟他求一下 就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道具 等等 然后就可以让自己的功课 或者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 所以929这也会对他产生一个依赖 依赖就越来越严重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个重点是说 为什么他每次找这个哆啦哀梦帮忙之后 就会觉得很安心 其实这个是跟这个我们大脑里面 有一种叫催产素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有关 因为催产素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觉得安心 让你觉得愉悦快乐的一个物质 我相信这个大熊每次在跟《哆啦哀梦》求助 然后得到帮助之后 他的脑袋里一定充满了催产素 所以他会觉得 哇好安心啊 好快乐 我就可以躺在这边看漫画 没有想到在漫画的大熊跟《哆啦哀梦》的互动里头 你竟然想到了催产素这样子的生理的因素 听到这里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就是这种回避型的人 或者是身边有这种回避型的人 这本书呢 他教你怎么样跟这种回避型的人相处 如果你是属下 要面对那种有回避型人格障碍的长官的时候 记得要常常在报告的时候 要创造那种不安的感觉 要讲一点那种让人疑虑 未来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长官就得要走出他回避的舒适圈了 这书里面还有很多不同情境的回避型人格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 刚刚讲到长官嘛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如果你的部下是这种回避型人格要怎么办 其实作者会说 回避型人格的部下 其实往往他们本身能力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很害怕 忽然增加很多压力 或者是用那种下命令的语气告诉他 你现在就要怎么做怎么做 他们一感到压力就会想逃跑 就觉得麻烦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部下 应该换一个说话的方式上面要比较温和一点 尽量不要用这种下命令的方式 而是一种 你可不可以来帮个忙 让他对方产生这样的一个意愿 就比直接上一说 这个事情以后交给你做 这个前后两者差很大 后者就会让这种部下逃跑 就会让他不想工作 另外就是像这个针对情侣 或者结了婚的伴侣 作者就会建议说如果是情人的话 其实没有别的这个诀窍 就是你要有耐心 慢慢的让对方对你放松警戒 然后会愿意开始渐渐的依赖着你 这样子的话你就成功了 可是伴侣又不太一样 反正都结婚了 已经死会了 好像就有点随便的感觉 那这样的人要怎么对付他呢 作者是建议说 比方说我们伴侣常常不想做家事 觉得麻烦 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我们先分配好 你负责刀垃圾 渐渐养成习惯 只要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之后 他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就算我知道怎么样 跟这些回避型的人格相处 我还是希望说 如果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毛病的时候 我就干脆找一个工作 都不用跟人接触 这样我就可以过得很愉快了 在这本活着 觉得很麻烦的人里头 他就有提供很多 适合这些回避型人格的人 去做的工作 在作者这方面的建议 归纳起来 大概会有两大个工作类型 是适合做的 一种是所谓的工厂作业员 其实你可以说 它是很单调乏味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 它就是比较没什么变化 会让这种回避型人格的人 会觉得很安心 不会说一天到晚 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另外一个大的类别就是事务性的人员 比方说像这个会计 做总务 或者是某些公务员 这些工作它的特征就是 它可能比较不需要负担太多的 很重大的决策 我刚刚为什么会说是部分的公务员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公务员 其实日子不好过 比方说民意代表 常常会对他们提出很多要求 会觉得很困扰 所以说公务员这种也可能需要选择一下 其实日本活着觉得很麻烦的人 作者就是一个日本的精神科的名医 所以有很多这种回避型的人格 已经在家里面闷到快要发霉了 真的受不了了 来找他帮忙的时候 他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建议 但我觉得有一些建议 我们一般人也可以用 书里面有提供哪些建议呢 其实作者对于回避型人格的人 有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是 你要有第一步采取行动 意思是说 其实回避型人格的人 并不是心里完全不想去做那些事情 其实他是想的 他是因为害怕 害怕被拒绝等等原因 所以不敢有行动 觉得麻烦 但是你只要采取了第一步行动 后续就会有一个良好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彼得柱的作者 波特小姐的例子 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波特小姐虽然说是生长在一个 虽然是有钱的家庭 可是他跟他爸妈关系也不好 然后奶妈超凶的 然后他小时候身体也不好 所以他小时候在家里 也是这种没办法跟别人接触 然后他虽然有个画画的兴趣 可是他妈妈其实不喜欢他画画 就常常不准他画 这个状况就一直维持到 他成年之后 他的朋友就鼓励他说 你喜欢画画 你要不要把画做成绘本拿去出版 然后他在跟出版社接触的过程中 就认识了他未来的老公 对他来讲 有两个因素 让他虽然说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害怕 可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跨出第一步 这两个因素就是 第一他真的很喜欢画画 第二他真的很喜欢他的老公 所以因为这两个因素 所以他就跟出版社 努力的签下了这个出书的合约 然后接下来跟老公结了婚 然后接下来他的人生就完全跟年轻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自己就是那种觉得麻烦的人 或者是你身边有那种觉得很麻烦的回避性人格的话 记得要想办法踏出第一步求救 今天非常谢谢说书人吕维正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 活着觉得很麻烦的人 谢谢维正 谢谢大家